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回到《军公开物》 这一节是应回上次俄罗斯太空部署的武器 例如核武器、卫生武器等等的情况 有网友回归说,想听一些除了核武之外 都可以在太空或地面也好 在大规模做一些维生武器、精密的电子仪器爆破的武器 我们就介绍了电磁密充炸弹给大家 大家也很踊跃回应我们 所以我们这节又麻烦陈博士和我们一起讲一下 这个电磁密充炸弹究竟它本身的威力是什么 以及不使用核都可以做到一个这么全面的效应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以及如果用核武器之后 其实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在哪呢? 现在有没有一些条例去禁止这种武器的出现或发生? 以及这种武器的未来又如何呢? 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范畴和从博士经计的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记得 多坤、武、老虎和科学伸志这边 按like 也记得帮忙免费subscribe 好,那我们陈麥斯经日记,陈麥斯你好 Larry好,大家好 那我们认回一些网友 很踊跃地跟我们讲一下电磁密充弹 炸弹这件事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这个电磁密充弹 如果你说它和核武的原理不同 但是又可以做到一个很广泛性的破坏 其实它本身的科学原理是怎么处理的呢? 要先给我们讲一下背景的那些 因为以前的世界 如果你在说一战、二战的时候 我会说 你在那个时候有电磁密充炸弹 没有什么用的 那其实呢 尤其是在那个二战后 甚至越来越去到那个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 我们那些武器呢 或者是会飞的好 不会飞的好 里面涉及到那些电子元件 是越来越多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提到的题目 就是说 以前航空母船 那你基本上有个动力 接着有个供电系统 供电系统就提供动力 和里面一般的那些生存所需 和一些用来机械运作的部分 这样就足够了 甚至乎可能你在说 航母上面要有弹射的装置 那基本上那些里面的基本动力 能量 你都可以在原先那个 就是航空母船自己的那个动力那里 去拿分一些那个能量过来 但是随着那个 现代那些这样的军事 越来越依赖多这些这样的 首先是雷达 后来就是更加多其他的电子元件 接着你还在说 可能进入一个人工智能 加入军事的那个世界里面的时候 你每一个作战机器 几乎都有电脑都有晶片在里面 就是说会有一些很微小的 一些的electronics在里面的时候 你去打击那个electronics 就变成可以损耗到敌人 那个作战能力的其中一部分 那所以呢 今时今日呢 随着我们看到的电子元件 越来越多 是进入了在这个军事武器层面 去运用到这些这样的叫电池墨充炮 这些这样的东西呢 就变成是有用的 那我再给我说多两句 我才讲一下那个原理 就是在没有这些这样的电子的设备之前 就是我们如果就算算 以前的收音机 无线电通讯 我不知道Larry你记不记得 还有没有印象看那些黑白照片呢 在那些这样的二战 或者更加早的以前的时期 那些无线电通讯那些那部机 无论是军事好不军事好 在你印象中呢 是怎样的一块东西来的 那就是背着箱的东西 就是电话真的可以打 接着就像很长的天线那样 是的 那然后就是有时甚至很大一块 你拆开了很大一块东西里面 那里面有几块好像灯胆 但是它不是用来着的东西来的 就是那些呢 一些真空管来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见过里面有几个玻璃球 那好像你要扭几个灯胆 进去那些这样的装置 那些这样的无线电通讯装置 那里面有这样的东西 那里面有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讲得简单一点 你真是很老牌的那些收音机 它里面不是用我们今时今日的原子粒 它真是用回 那些旧式的那些这样的电路的时候 它真是需要用到那些这样的真空管 来去帮它造就到一个 譬如单向的电流的时候 你真是有一块东西里面 是真空的一块真空管来的 就不是一个电子元件 不是一个半导体的元件来的 那在这些时代呢 整个电路本身就不是微型化了 这个电路本身也是由一些比较粗糙的材料去组成 然后就是说 你如果要对它 用一个 突然间有个电池墨充去造成破坏 不是不行的 但是你需要的量是比较大 反而我们将那些这样的电子元件 做得越细越精密越集中的时候呢 它们中间呢 能够去被破坏的可能性反而是大的 那你起码想到就是说 一条电线和旁边的电线的距离近了 它排得比较近了 容易一些去 大一些机会去碰到大家 那就短路了 短路了 这样的事情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就要说了 其实那些这样的电池墨充 是有机会是可以 就是是对付一些 比较脆弱的那些这样的微型电路呢 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反而越是旧式的东西呢 越是那些就是 你叫做好像很粗糙的 原始那些东西呢 反而我们是 用这些这样的电池墨充的手段 是奈何的 那这个就是那个背景了 那我们第一次发现到 有一些我们人世间 可以突然之间做到一种 很巨大的电池墨充 那不是天然啊 是人造的 如果天然呢 巨大的电池墨充 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天然的想法 好像响雷那些东西 是啊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那些闪电 那些闪电 那些闪电会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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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的 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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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些电流很足够大 是不是? 那我们也都没有能力去呼风唤雨 突然間叫一個雷來去砍敵人 你如果做得到這一步 這些氣象武器你能夠做得到 那就厲害了 厲害過了你現在現有的科技了 但是我們當然是沒有能力做的 人類的武器來說 第一次做到極 就是一個很有破壞性的電池脈衝 就是用到原子彈 就是說你無論是馬克頓計劃那些事爆 到你廣島長期那些東西 甚至乎去到那些 我記得20世紀末說到那些 就是那些荷里活那些大片裡面都說到 哇 核彈爆了之後 出來的電池脈衝是干擾了 令到那個直升機突然間無端端斷了電 然後墜毀了 這件事情我們就可以看到 原來就是在現代的戰爭裡面 你如果能夠產生一個極強的電池脈衝 你可以對於雙方高度依賴這些電子武器的話 就可以對這些電子武器構成很大的破壞 所以電池脈衝的這一種東西 到今時今日是一種 真是專門針對人家精密武器的 裡面的電子元件的其中一個殺手間 所以如果陳博士這樣說 電池脈衝武器可不可以說 文明的情況越高呢 其實你比那個墨衝彈 受攻擊、受影響的情況更加之厲害了 所以也都說 這個都是人類一路發展下去 其實都無可避免發展出來的一種武器 就是你對著原子部落 你對巴布、新疆 是啊 你如果回到這些古代冷兵器時代 你的電池脈衝炮是沒有用的 是不是? 他們不用電子東西 他們那些這樣的 舉旗通訊射的那些戰 是不會受你的電池脈衝炮的影響的 是不是? 只有就是說 在現代戰爭 當你越是用到先進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電池脈衝炮成為一個震懾力 那這裡就說多一點原理上的東西 就是傳統你說為什麼核彈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核彈當然它本身自己的核輻射和爆炸的威力 就可以有很大的破壞性 但是其實與此同時 它也有一個能量 是以這個很強勁的電池衝擊波這樣 是射出來的 那就是說突然之間有很強的 就是電池場上面的擾動 那就搖一搖 就是突然之間有些地方那個電場很強了很多 那你真是去到一個很極端的情況 原來電場強到基本上是連 可以將你連一些空氣都離子化了 將它原本是一些中性的一些空氣分子 強行都扯到就變成一些散了大電荷 正電負電的那些東西的時候 那麽就會原本不應該通電的地方都通了電 普通空氣的導電性很低的 但是你又將這些東西拆開了之後 它那個等離子體本身就是導電的東西 所以閃電也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而且還不止 你那些空氣分子拆散了重組的時候 不是還原回原先的樣子 是會重新到處挑選什麼 撞到誰在附近就化合了 想像一下在電子零件發生這些事情的時候 有個很大的電池場經過了我們的電子元件 那個可能是我們的家裡的路線 可能是我們的一個USB drive 原本那個位置 在那個電路那個位置是有電子在裡面的 被你硬撞了出來 撞到沒有了 那麽就是對應於那些Fresh Memory裡面 原本應該是那裡有一個電子 就代表了你記載了一個正確的資訊 但是被你改了位置的時候 那些東西就沒有了 或者有些位置原本是 不是想著它是搏通的 你搏通了它 那整個電路就改了 就是這些這樣的東西 將它裡面所有可以導電的 或者是可以容易 將它整個那個的分子結構去 拔散了的東西 突然之後電池波來到 就將它全部的東西大兜亂了 搞到亂了 那麽就令到整個電路 或者裡面附載著的資訊 全部是搞到壞了 那這個就是那個電池波 對於那個電路的衝擊就在這裏 那人類就是再說一次 就是在20世紀中期的時候 以我們所知就是最強的方法 就是用核彈 點著一個核反應 從核反應給出來的輻射 就是一個巨大的電池波的震盪 那就是由這裏呢 所以說那個電池脈衝炮的技術 就可以由這裏開始講起了 嗯 那我們看到如果人類 就是用文明去做第一個方式 就可以用核彈去做 那有沒有一些不用核的方式 但是又可以做到這種電池脈衝彈 又有這種的破壞力效果呢? 其實這個也是這集最核心要介紹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的 對於用核彈那裏 到今時今日 都不知道好彩還是不好彩 就叫做這個世界忍了手六七十年 就是在廣島長期之後 都沒有人夠膽 真的再用一個有連鎖反應式的核武器 有些很踩界的了 就是那些朋友武器 那它主要去殺傷人 就不是用核反應的 是純粹用那些朋友 自己本身的那個高密度 那但是如果 你一用到這些裡面 含有連鎖反應的核武器的時候 那基本上就是一些常規核武器 你一用就基本上就破壞整個世界 一路忍著的一個叫做 成文也好或者是不成文也好的規矩 因為有些人簽了都可以不認帳的 成文都可以當成為不成文的 但是大家現在還沒敢去越過這條界 去真是用一個很龐大規模的核武 無論在地面的層面 海的層面和太空的層面 其實都受到約束的 就是那種 可不可以進行核試啊這樣 所以我們上次講到 你說如果俄羅斯踩界 要將那些這樣的 就是要攻擊到這些衛星武器 那好了 其中一件事就是 它可以用一個核武 那個核武在太空上 不會傷到人 就是當然假設 周圍沒有太空站在那裡 但是它就可以運用它的威力 甚至它的電磁波 就干擾到周圍一帶的 就是在爆炸的地方 周圍一帶的那些 就是人造衛星上面的電子元件 其中一個我們擔憂的威脅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不一定的 因為現在呢 就是隨著 因為大家有一個 用核武器的一個約束 就是你不是說用核彈來炸人 你想你用核反應的其他東西 去對人造成其他破壞 都是受到約束的 總之你就不要有一個 有連鎖反應式的 爆炸在這裡存在 就是讓我們在戰爭裡面看到 於是如果你想產生巨大的電磁脈衝 你就要去想一些 不是牽涉到用核反應去掀起的一些方法 所以冷戰時期很快的 你有了那些這樣的 就是第一個那些叫做約束 大家核試的那些條約的時候 其實同時間大家都想 說不用核彈 說我們可以怎樣產生大量的電磁脈衝呢? 先不要說可不可以產生到 好像一個核彈那麼大規模 但是如果我們不用核的力量 可不可以我們自己做一塊東西出來 那塊東西就可以產生一個很強的電磁脈衝呢? 那有人做 但是你說實際上那個破壞力可以去到多少呢? 那我自己都沒有那個參數在那裡 因為有很多嘗試是不停地有的 而且就是說參與開發的國家呢 美國自己啦 那跟著就是前蘇聯 乃至今天俄羅斯啦 那如果你看回四、五年前的新聞呢? 甚至乎是中國也都有參與啦 甚至乎你會看到的消息就是 譬如中國可能四、五年前 宣佈了他們自己在這些這樣的 不含核元素的電磁脈衝炮技術那裡取得進展 那好吧 那你說實際上這些不用到核爆的方式 產生一個很強的電磁波的方法是什麽呢? 那要很仔細的設計上應該是怎樣 我自己都沒有一個認識和資料在那裡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理 和一兩個基本的模型呢 是可以介紹給大家的 那我不知道呢 大家以前讀書的時候呢 有沒有去玩過或者看過一些的影片 去展示一下 怎樣可以去因磁生電呢? 那你會有一個線圈 然後放一塊磁石在一個線圈裡動來動去 仰來仰去 於是在一個線圈裡就會有些電去生出來的了 就是基本上呢 如果你有一個電線 然後再有在它周圍有個改變極快的磁場 那於是在那個電線的兩端呢 就會產生了一個非常之變化快的 一個電壓的訊號在那裡了 那然後你做那個動作越激烈頻率越高 產生出來的電壓也都越高 就是基本上就是高壓電產生的一個原理 所以你說如果要產生一個很強勁的電池脈衝呢 其實你都發覺呢 不外乎就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辦法令到一些磁石的東西 帶磁性的東西 可以和一些本身呢 會是導電的一些線圈 極快地擦身而過 從而令到線圈的兩端呢 就會有極大的電場 這樣去產生出來 或者將這些情況 是不停地重複發生 令到它們不停地有個電場的改變 同時也都伴隨著整個磁場自己的變化 因為你有很強的磁石在那裡走來走去 所以在想這些不用核元素的電池脈衝炸彈的時候 它們就會想到 譬如說怎樣把某個金屬的一個彈殼 裡面突然間有一些很強大磁性的東西噴出來 裡面也有一個線圈的結構在那裡 一旦有一個這麼強的運動產生的時候 你就周圍有一個很強的電池牆這樣產生的了 有人甚至乎就是說 嘗試一下裡面 你用什麼方式可以令到 那些帶磁性的東西很快噴出來呢? 其實不外乎都是一個爆炸 所以你有一個普通的炸藥 去將一些你想要的材料去炸出來 令到它經過一個線圈的時候 令到整個系統一個電池感生的效應 就產生一個很強勁的電池牆 其實這個原理就不外乎這樣 那所以呢 你怎樣能夠令到爆炸威力 更加容易貫注到你要噴發的東西 從而令到那些噴發的東西 可以令到到處整個金屬體 可以產生一個強勁的電池牆 就是那個電池脈衝那種武器的技術所在 那如果這樣說起 其實陳博士都是一體幾面來的 你都是用到我們經常說 是不是以前那些 left hand rule right hand rule的那些朋友呢? 是的 那些用拳頭握著去捏著去的那些 rule right hand grip rule 就不一定是那隻三隻手指插開那些 噢 所以變成就是其實你 看你怎樣玩的 剛才你說的 玩到它好像炸彈飛出來 有碎片又行 那你一種呢 就是做到好像我們經常說那些 電池軌道炮啊 電池軌道圓浮列車啊 其實又行的 其實就看你怎樣應用的 是啊 那就是現在你那個研發方向啊 講這些電池墨充這些東西 都是用一個 就是說那個爆破技術 怎樣去集中 和那個材料上用到哪一隻好的材料 來令到你產生一個整個電池場最大化 那所以現在就是說 這些這樣的武器 它不是核武啊 用普通的一些炸藥方式 產生出來的一個感生電池場 就是可以做到多強 和那個範圍多遠呢 那現在暫時看到的資料 比如說幾十公里 就是以十公里這樣計 其實是有可能的一個數字 那所以如果你說未來 我要去攻擊一個衛星 那你那個準成度啊 你不需要真是去有支火箭 直接去打中那個衛星的 你只不過就是需要 去能夠有一塊 就好像現在我們那些 那些這樣的導彈一樣 去炸那些飛機的導彈 那支導彈不用直接撞到那個飛機的 它只要感應到那個飛機 在附近的隔壁 去攻擊這些這樣的衛星系統 用到這些可以不需要很準 去得到它附近 就發揮到作用的武器 那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大的 而且也會比較化算一些 所以如果用法來講 其實這個電磁脈衝彈 其實招計的難度又不是很高 所以這件事其實 如果你說拿來做一個武器 如果擺造坦會 其實只要有能力 可以將這件事放入軌道的國家 都有這樣的能力 都可以這麼說的 因為你弄這種電磁脈衝彈那個 我想最難的技術 不是明白那個原理 是你發覺那個彈 是要怎樣設計才能夠 令到效果做得最好 這件事就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說用三幾句就可以說出來 但是呢 如果說攻擊的問題就是這樣 我們譬如說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有興趣的 就是說 我們在地面上 我們怎麼防這些東西的呢 就是會這樣說 我們就不是站在衛星 在一個太空站上被人炸這些東西了 如果在將來戰爭裡面 真的有些人去弄這些電磁脈衝彈的時候 喂大哥 你打仗而已 我平民百姓來的 你弄一個電磁脈衝彈 我家裡的玻璃啊 屋子都沒事 但是我的電腦都壞了 我的音響都壞了 我的電話 辛苦了 這麼多錢 都壞了 這樣 有沒有一些很快的方法 叫做 去避免的呢 就是譬如說 你家裡 你可不可以建造一些東西出來 你將它好好地存放 它就不會受到這些 不怕這些電磁脈衝衝擊的呢 就是譬如我 假設你自己家裡那部Laptop 你自己那部電話 你不想在 會有這些攻擊發生的時候是壞的 就是你覺得會有什麼用呢 陳博士我只想到很簡單的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隔著那些輻射 隔著那些X-ray 就是拿一個 拿一個東西頂住 就是我自己呢 曾經那天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是不是啊 Snowden那天經香港 是不是呢 接受家庭訪問 就是他把電話放在雪櫃裡 那其實就不是太行的 雪櫃都有些東西漏了出來的 雪櫃的那條風月那條邊 本身就不是金屬來的 所以有機會那些電池信號 都會進入去的 那我反而想就是說 你要保護到這些電池裝置 電子零件裝置呢 你就最簡單的了 又根據毒物理 你就用一個Faraday's cage 就是說一個全金屬殼包著它 就是簡單的說 你其實把你的電話包兩層石紙 你當好像拿來去焗雞翼那樣 就其實就已經外面的電池信號 進不去 裡面的電池信號也都出不來的 那我那天就想 你沒理由下下包石紙的 那家裡有些什麼比較就手 是整個金屬盒 然後你就可以家裡 就是你那些貴重的電子零件 就放進去 然後外面突然之間有個電池默充炮 你都沒事的 就是電子零件都沒事的 我是想到一個 你依然呢 我不知道現在家裡的人還有沒有的 就是擺那副麻雀那個鐵皮盒 整個盒 我看家裡的人打麻雀 他們那個麻雀箱那個鐵皮盒 就是一個鐵皮盒 就是一個鐵皮盒 整個盒就包住了 那當然了 現在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看回那些加拿大 美國那些 有些是拿來和公眾溝通的技術資料 他們還教你一招的 你知不知道它放在哪裏呢? 就放在你家裡的微波爐那裏 我剛才也是這樣想的 我剛才說微波爐就可以了 因為它本身一定隔到外面的 是的 它本身自己裡面有電池信號 就是不想它出來 那就是說同樣地 外面那些也不能進去的 是的 那當然了 如果那些電池脈衝信號的頻率 就會複雜過微波爐那些很多的 但是微波爐自己本身 就是一個有金屬包住的一個結構 它刻意地就是令到那些金屬可以包住 令到那些微波就漏不出去 那所以就是說 微波爐也有一定的效果 因為你也可以問 微波爐的封邊位也有些東西是漏的 都不是說 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那些家用的微波爐 裡面的微波爐那些微波窗發射的那些微波方向 是不會向著那個 微波爐的門那條邊的方向射的 盡量避開的 它就全部在裡面射 那當然裡面有些東西拿來拿去彈來彈去 有部分就會容易在那邊彈出來 是有這樣的風險的 但是主要透過它自己的外殼設計 是可以控制到那個微波在那個爐外出現的 那個功率就很低很低 這樣就達到一個安全的標準 那就沒事了 所以微波爐本身都是一個企圖隔著 微波爐內外兩個世界 令到那些電磁波不能溝通的一個裝置 所以你說是對的 你想微波爐也是對的 什麼時候這樣夾慢就行不行? 夾慢? 似乎可以的 你整塊都是金屬的東西這樣包著 是不是? 所以是的 你比如一般簡單一點 你自己的那部電腦 你那些重要的那些SD卡 那些Fresh memory 那些USB手指 那部電話 突然知道快要有人打仗 去放電池墨充炮了 你就馬上把它藏在那裡 這樣就照計是會安全的 那我覺得如果那個 例如銀行的那些職員 一知道有時候你衝進去那個銀行 很大的保險箱裡面 就在那裡住也沒有問題 但是很慘 這些箱不是如理 不是如理是 你要外面有人幫忙開的 就是你鎖了自己進去 你就出不來的 那些也挺好笑的 Anyway 這些都很 我們講的很應急的放食 當然大家就沒有人上 打開這些戰爭沒有人贏的 尤其是這種 門檻比較低的 其實就很多人都做得到 你說在地球裡面 或者在太空那裡做這種的競賽 也都很難被發現 就是你第一個攻擊 也都癱瘓對方 也都不是很困難 所以就暫時這方面的條約 就沒有很直接管 間接可能會管得到一些的 所以就都會看了 就是接下來那個太空武器的發展 會不會玩到這個 還是他們都仍然 繼續玩一些最大型的那些玩具 是的 其實甚至乎會這樣 最好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就是我們這一集的開頭那裡 我特意講一些背景上 有時候反而落後的東西 面對這些這麼尖端的東西 是反而會有一個鬥獸棋效應的 就是你反而越是落後的一套作戰方式 或者作戰工具 是越不受這些非常尖端的 那些這樣的電磁脈衝的影響的 所以我想就是說 他們一定都要保留一套 就是萬一沒有電 萬一沒有得上網 萬一沒有衛星的時候 你那個作戰系統 是可以立刻可以走哪一套的方式 來去運作呢 那就一定也都 一定要有這一套東西在那裡 哦 陳博士 你令我想起了以前的一套片 就是說如果那些推逐艦那些 全部給外星人用了那些 類似的東西干擾著你用不到 你能量長擋著的時候 最後用了Iowa那些船 就是三支大炮那些 然後用飛甲全書 你就用回這些東西了 所以那些博物館 儲了這些異戰的戰艦 都極為有用的 就是你想不到 原來要拿一些舊的東西出來用 是不是 還要將它好好保養 這個期間 打爆了外星人 也挺好的 也有道理在那裡的 就是外星人 看到這些電話轉鏡 順火力啊 順火力打擊 是啊 你不要說這些武器 我們日常生活 就是為什麼我 不是那麼喜歡 把所有東西都變成APP 放在電話裡 就是為什麼我都要 比如是 還有一些現金 還有一些舊式的提款卡 然後還有一些實體的 一些信用卡 為什麼要是這樣的東西呢 有多多少這樣的原因 就是你不可以 將所有東西 壓住在某一種的技術身上 這個電子支付都突然想起 都很容易受到攻擊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們今集 應大家所求 講起電子脈衝炮 電子脈衝彈 我解釋的原理 我相信 都比大家想要的東西 好嗎 我們這一節就來到這裡 大家以後 有什麼想聽的 科技啊 武器等等的東西 記得在下面留言 就寫給我們 我們會提的 好嗎 那我和習博士 之後可能會搜集資料 和大家講的 好 當然就之前 記得幫忙給like 以及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這個頻道 真的免費訂閱的 就是你按個subscribe 記住 不用付錢的 好 那就在下一節的軍公開物 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拜拜